紫容老师再来进行一个恐怖的心理测验 大家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幸福呢 好我们一起看题目就是呢 上班一进到办公室 大家气氛都非常的僵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办公室里面有四个选项直觉来选 A的选项是上司辞职了 B的选项是有人婚外情被抓包 C的选项是公司裁员 D的选项是公司保全系统被破坏 直觉来选 直觉直觉 欣宜 好每个人都选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呢 我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幸福 好选择A选项 现场有靖准姐选到这个选项 上司辞职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你的幸福是 财运提升 财运提升 太棒了 未来一个月呢 不管你是在投资理财商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财运上面呢 都有非常好的发展 所以呢这个月 未来一个月你可以好好运用 财运做一些投资理财 他会帮你钱滚 钱利滚利 会赚进更多的财 而且呢 财源广进会让你呢 口袋满满 接下来你要买什么 都不怕没钱 是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B选项 有人婚外情被抓包的 现场有唐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所以我可以拥有什么样幸福呢 就是 桃花大开贵人维要 未来一个月啊 就是桃花运非常的旺 很多人都很喜欢你 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的 这时候你就要利用自己个人的魅力 拓展业绩也好 拓展事业也好 或者是寻找另外一半 都非常重要 而且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贵人都围绕在你身边 让你很多事情是事半功倍 顺利 那在事业上面如果有贵人桃花的话 会让你有升官加薪的机会会更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C选项 公司裁员 现场有欣怡章雨 还有艾菲尔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拥有什么幸福呢 就是 业绩提升升官加薪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越来越好 你的上司看得见你的表现 而且同事也非常称赞你 所以你有升职啊 业绩提升升官加薪的机会 那现在两位妈妈都在家里怎么办 老公当然会特别的体贴 而且老公说不定会给你们一些 额外的奖金让你们可以去玩玩啦 或者是出国度假 或是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反正在财运上面跟业绩事业运方面 都会有大大提升的效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D选项 笃琳哥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会在哪一方面拥有幸福呢 就是 健康的身心灵 好好喔 好热吧 真的吗 真的吗 不仅有健康的身体 还有快乐的日子在 对 健康的身心灵的代表就是 你有钱又有闲喔 有闲又有健康 因为有些人是他很有钱 但是他没有健康 他哪里都去不了 那有些人是没钱 他哪里也都没办法去 他很多事情他也没办法做 但是呢笃琳哥你是具有身心灵 都健康 真的 快乐又自在 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喔 好舒服 你好会解释喔